在做生命之前 大家又看到我蒸我 在做什麼? 沒事,我要蒸食物 為什麼? 你又想賣東西 也不是主要,是真的肚子餓 那蒸什麼?大家看看 是蒸蠔 咦,有什麼特別呢? 好了,鄉就聞聞一下 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我實在是放在這裡 整個星期是雪硬的 是 就是廣島蠔 那廣島蠔有什麼特別呢? 很普通而已 是啊 百多元一kg 之前大家都有吃 是,大家都有吃的 那廣島蠔 他說這隻你吃了才說 很堅決 是? 但是我問你多少錢 我說我買一百七、八十元一kg 那我問他老婆 他外面嗎? 一公斤一公斤一公斤 或者八三、四元我不認識 OK? 他一公斤說如果要我買的 要買一百八十、一百七十九 但我不是說一定賣 現在我純粹既然是這樣 先試試 他說你先吃了,這麼厲害 那之前我們進的那隻蠟湖 不同 這些蠟湖就是蠟湖內海 因為這個廣島 而且那隻是可以刺身吃的 這是冰硬的 OK 我們又不煎又不成 我們又不煎又不成 我們純粹不思惡鬼地 咦? 做甚麼? 不用四十五分鐘 我猜 我猜蒸十幾分鐘就行了 但教不了 行了 開球 好 35分鐘 35分鐘 清蒸蠔 不用 清蒸蠔 不用,我中間看見可以的就能吃 不用客氣,就等他 少一點 縮掉了就行了,這麼快? 好,蠔我吃了,不差 但不知道是否我煮法有誤 我又沒有洗又沒有成 很多人都這樣放進去蒸 我又不覺得它特別好 比起平常說得好 你覺得怎樣? 不差 不差,又不是特別好 但是要賣8、6、7元是不是貴呢?我不知道 廣多蠔一公斤是多少錢? 各位網友來說街市賣 我老婆說8、3、4元也有 不差,但我想我煎一下它會好吃很多 用另一個做法,用薑蔥蠔那些 它的質地似乎比我們平常吃的蠔 街市蠔也好一點 不差 但是不覺得特別好 不下味就更好吃 而且它又沒有點縮 OK,肥得嘗嘗 肥得嘗嘗 真的要什麼品評 好